接着要上的是重点 季节 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轨道是一个椭圆形 太阳位在其中一个焦点上 然后呢这个轨道我们称之为黄道 那个平面叫做黄道面 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是个椭圆形 但这个椭圆很圆啊 这个椭圆很圆很像一个正圆 所以表示长跟转的地方差不了太多 然后呢它叫做黄道 然后呢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 这叫做称为一个回归年 用简单的话说有365又四分之一个平均太阳日 365.25个平均太阳日 所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 叫做一个回归年 有365又四分之一个平均太阳日 OK 因为地球的自转轴跟黄道面没有垂直 倾斜了23.5度 因此造成一些结果 好同学大哥们 第一件事要背 要背23.5度 第二件事情 不是所有的角度都是23.5度 要看题目怎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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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地球自转轴 地球自转轴 没有垂直黄道面 歪了23.5度 歪了23.5度 地球有一个赤道 没有垂直 歪了23.5度 所以赤道跟黄道加几度 我没有垂直 我歪了23.5度 所以这边几度 到这边几度 23.5度 这叫做黄赤胶交 二十三点五度 黄道面跟赤道面夹 二十三点五度 好来 自转轴没有垂直黄道面 歪了23.5度 那请问你 自转轴跟黄道面加几度 我没有垂直 我歪了23.5度 那这个几度 66.5度 这个答案叫做66.5度 不是23.5度 老师说 要废 要废23.5 但是不是所有答案都是 23.5 要弄清楚 要看大家问了哪一段 那因为 因为 因为 歪了23.5度 所以造成一个结果 这个 直射位置不同 来停 这张图重要 这张图重要 上面有个箭头 不管箭头朝左还是朝右 这里会转 不管它是中转还是历史中转 我当会教节气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不管我的图的箭头朝左还是朝右 不管我看到的是四十中转还是历史中转 你都要看得出来 谁是春分 谁是秋分 谁是夏至 谁是冬至 你都要看得出来 重点 好 来 最左边这张 最左边这张 这个一叫做赤大 所以这个是在哪里 南半球 这个 一叫赤大 这是在哪里 北半球 OK 中间这两个就直射赤大 中间这两个就直射赤大 了解吗 了解之后呢 就是所以 因为我歪了23.5度 但是呢 我的自转轴永远只向斐轻圈 它的箭头朝的都一样 就只向斐轻 所以转一圈 有的时候直射南半球 有的时候直射北半球 要从直射南半球到直射北半球 要中间经过赤大 从直射北半球到直射南半球 中间要经过赤大 OK 所以它就会有直射位置不同 那重点就是 那这个位置上面 总共有名词 有名词 第一个叫做 下至 阳光最北 因为歪23.5度 所以最北直射 北尾23.5度 这个叫做下至 那条线叫做北回归线 那如阳光最北直射 北尾23.5度 那要北回归要下至 然后呢 阳光最南直射 南回归线 就是南尾23.5度 这一天叫做冬至 然后呢 直射次大 叫做春分跟秋分 叫做春分跟秋分 这都是节气的名声 好 讲义上面有日期 讲义上面有几月几号 那种不用特别背 就是3月6月9月12月 3 6 9 12 时间大概都是21 22 23附近 考试不会那么贱啊 考你什么3月21 3月22 不会那么差 不会那么多 你就大概就好了 都是21 22 23 3月6月9月12月21 22 23附近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OK 要做节气的名字 叫节气名字 直射北回归线叫做夏至 直射南回归线叫做冬至 直射 次到叫做春分或秋分 好来 帅哥美女 第一个 左手边这个 什么时候 刚刚讲他直射什么半球 南半球 南回归线这天什么 冬至 很好 这天叫做冬至 那这个什么时候 下 回到夏至 很好 所以简单一句 直射北半球的叫做夏至 直射南半球的叫做冬至 这个简单 请问你 上面跟下面 剩下两个嘛 上跟下 谁是春分 上跟下 谁是春分 上跟下 谁是春分 刚才的七都问完了吗 七十七 二十七三 七都问完 刚刚问几号 刚刚问到几号 二号 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问过吗 问过 然后十二 十二号 来 上跟下 上跟下 谁是 谁是春分 下面是春分哦 你怎么知道下面春分 你怎么知道下面春分 拆的 拆的 请坐 拆的好 拆的棒 拆的呱呱叫 来 第一 我怎么知道 谁是夏至 谁是冬至 直射北半球还是南半球 直射北半球夏至 直射南半球冬至 第二 我怎么知道谁春分 谁秋分 看转动 我们老师说过 太阳系的运动 除了少数国中 步骤的力量 大家都怎样 一样 四转是北极 向下看 逆时钟 东转也是 看前也是怎样 逆时钟 这里上面是北边 所以向下看 逆时钟 所以它是逆时钟转的 所以要逆时钟转 逆时钟转 请问你冬天玩 换谁啊 春 所以这个叫做春分 春天玩换夏天 夏天玩换谁 秋 所以这个是秋分 所以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春分跟秋分 看它转的方向知道的 你懂吗 看它转的方向知道的 OK吗 好 我刚才说过 不管我的箭头是朝左还是朝右 不管我画的是顺中 还是地时钟 你就是要看到图之后 知道它谁是春分 谁是秋分 谁是夏至 谁是冬至 然后你就知道它直射哪里 然后因为你知道它直射哪里 你就可以解决后面一坨拉股的问题 或者后面一坨拉股的问题 所以这是重点 好 我刚才告诉过你了 你怎么知道谁中至谁下至 看它直射北半球还是南半球 你怎么知道谁春分还秋分 看它转的方向就知道 它转的方向就知道 好 然后我们说这个叫做节气 这叫做节气 节气是中国立法里的特色 它标志的是地球的公转的位置 所以它对应的是 对应的是国立的日子 对应的是国立 我讲一下 我给你写了二十四个节气 我以前就知道秘鲁人有过春分节 也知道日本人也有过春分节 后来发现日本人还过秋分节 比较过分的事情是 这两个还是国定假日 全国放假一天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还要放二十四个节气 放二十四个 他们的春分节 跟日本人的春分节 春分节跟秋分节都放假一天 台湾人没有啦 台湾人现在目前过节气 大概只过两个或三个 第一个一定有过的 清明 叫做放假一天 第二个可能有过的 应该会过的叫做冬至 传说叫做吃汤圆 还有一个叫做 有人会过的 立冬 因为传说立冬要补冬 要进补一下 让它能够抵抗到未来的 寒冷的冬天 立冬补冬 所以清明会放假一天 冬至吃汤圆 然后立冬有人会去补冬 这样子 OK 中国的立法叫做阴阳合立 既有阴历也有阳历 节气就是对应阳历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过阴历会出问题的 农历啊 大月三十天 小月二十九天 五十九天乘以六 三百五十四天 公转三百六十五天 差十一天多 每三年就差一个月 如果你纯粹 你纯粹过农历就好笑了 今年现在春暖花开 十年后夏日炎炎 再十年秋风起 再十年寒冬 中国以农立国 为什么能这样搞啊 我要知道什么时候春跟下雨秋收冬场啊 我要知道季节变化 所以要动了两个手脚 第一个手脚 节气 设好节气 对应的是国立农 国立的工转的位置 告诉你是立春的春天开始了 立秋的秋天开始了 第二个 润月 每年差十一天 十天十一天 三年六天大概差一个月 所以农历有设润月 台语有共三年几轮 破派教轮 三年放一个润年 十九年放七个润年 十九年放七个润年 补回来 反正时间补回来 就不会差那么多了 本来是很热的 很冷 不会这样子 每天补完 就不要差那么多 所以动了这两个手脚 让它能够跟季节变化能够相合 所以中国立法叫做阴阳合力 阴阳合力 叫秋风节气 重点 刚刚讲过了 那张图要看得出来 它直射何处 知道谁春风 谁秋风 谁夏至 谁冬至 然后就知道直射何处 因为知道直射何处 可以解决后面一拖拉苦的问题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